真的有很多可以有改善的地方 我往有些人說 你批評是容易的 建設來說是很困難的 我相信大家都感覺到 在過程中有哪些地方 就算好的東西都會存在有缺點的問題 所以有些地方是需要改善的 例如口罩等等 有些地方是否可以 不要那麼死板的思維 有些地方是可以拿 你要有一個客觀的評估 要給市民安心 就不是說我現況都給你 攤開出來說 這樣就算是最合適 其實有些地方是可以 讓市民不要變成一種恐慌 恐慌性之下 所以廁止都出現了 成為一個國際大笑話 搶廁止要打劫廁止 這就是為何處理國際大笑話 未能夠讓市民有信心所產生 這一點我覺得是 香港政府在處理問題上 在思維上 在政治考慮上 政治考慮上 真是有很多需要改善的地方 口罩問題確實是打亂了步驟 因為長期我所知的 在供應香港的 是上海一間很大規模的口罩廠 這是簽了長期合約 但是到了這件發生 到了這個時候 是直接是紅頭文件來之後 全部不能夠再暈 是這樣的下方 政府是完全的內源是失了 失了控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造成了口罩 或者這些物資上的 一個有短缺的情況出現 他作為重溫政府 他又很真誠地說 我們有困難 我不能夠說 我有很多可以供應到 當然到了今次 大家看到 現在市面上 其實應該知道 有口罩可以賣 現在價錢都已經不斷向下降 這些慢慢來講 就已經是舒服到 但是這個那麼重要的時刻 怎樣他將信心給香港市民 我覺得這一點讓政府做得不夠 所以我說 你在過程中有沒有不足的地方 肯定有處理得不好的地方 有些說話說得不準確 你作為一個這麼高級官員 第二把手的 你說你一定要有一個很準確的表達 對他出來解釋 我想這一點表達錯了就錯了 我相信他心裡也不覺得 已經受到疫情控制 我也相信他有這麼想法 因為事實上現在一直都有發生接種 但為何會說話 國人而中有這樣的表達方式 這一點來說 如果認真說的話就說錯話 你一定要看最後的效果是怎樣 我覺得這一點是應該需要作出分析 你不要將因為這樣完全否定了政府 在裏面大家之間的努力的結果 當然你說是否真的做得很好 說得很好 我想結果大家看到 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存在 有很多需要批評的地方存在 我覺得這是肯定的 還有一些是長期的政府運作模式也影響到 那種對危機的處理上 不是用一種應變靈活的方式 而是用回過往正常時間的行政 一級一級 報告文件上上下下下 這樣做這些仍然存在 這些問題是怎樣打仗的 這些問題是需要在這麼大的疫情過程中 去產生的問題 其實都值得政府今後要去做總結 而去處理 這個整個機制是一種工廠架構 這一點我覺得是承認的 但這一點在過往是被認為這是一個有效機制 是一種程序上的一種公義 每一種都要做足才是合適 包括現在的道理一樣 有些人說為何不去公眾諮詢才去做 我是浪費的 如果這樣做的話 可能會批評更加多一點 我們不能夠用正常的方式來做 但如果一不用那種方式 可能會收到另一種攻擊 所以現在政府公園 我發覺裡面都是兩種傾向 一種就是 繼續沿用一種所謂正常情況下的程序公義 口裡的程序公義 另一種就是不做不錯 總之我做足自己的地方算了 這也是在這個過程之中 近期香港所出現的一些很大的問題 因為你如果需要任何的 要有一種大的改進 你不衝破自己的思維 永遠是做不好的 等於對處理現在的疫情一樣 你不需要任何的 又不能夠這樣說 有否個別楊奉陰違 我都應該會有的 是吧 你這麼大的公務員團隊 是吧 你看到 就算反修例 因為修例的問題 出現了這樣反修例的風波 所出現的問題 裡面有很多公務員 都是反土的 是吧 楊奉陰違 所以你現在對公務員的問題 都需要好評估 現在都需要去檢討 有些人說什麼政治中立問題 政治中立問題 我理得你政府什麼事 總之我不理會你 我奉還不回我自己做的事 這樣就是政治中立問題不是的 政治中立 對政府來說 你必須要 那個僱主來的 那個僱主來的 你一定要忠誠 你一定要忠於你的工作 就不能夠說 因為我 有不同的政治看法 因此 我自己作出一些 個人自己的負責選擇 這些地方來講 就是公務員問題 我想另一個層次上要討論 現在的公務員 正如我過往都說過 香港公務員實際上都是國家幹部 你現在對內地 對中央政府的態度 根本是不認同的態度 合不合適呢 是嗎 這個問題出了 我覺得公務員是否用宣誓這個 我覺得又不是太需要的 但是有一件事很重要的 必須的就是 履行自己的基本的政治道德 你打一份工 你是政府工 你就要忠於政府 你就要執行政府裏面的決定 你就不能夠做僱主 要求你做事做相反的事 這個就很簡單 這是起碼的政治道德的問題 不要說到那麼高 說什麼宣誓忠誠的問題 當然有問題 香港電台本身是政府政台 垃圾人給的錢 你自己在打政府局 實際的政府 你怎可能會做一些節目 去挖苦你的僱主 你的政府 怎麼可能是這樣的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一定要基於基本的資料 正確的資料 你連這個見證的資料 都不是遵守的 你自己來做一些 不是事實的攻擊 不是事實的報導 這個肯定都違反了 有些人說 你商臺還沒有人罵他 十八樓私座 這十七樓 沒有問題 就說吧 大家都知道 你商業電台 是私人電台 香港電台不是 你的處長是公務員 是政府給錢的 是公務員的身份 是嗎 所以當然你說 現在是合作公務員 但是都是公務員 所以 對於這些人說 用新聞自由 做一個紡紙 用編輯自主 去作為黨家 我覺得這個 如果這樣很簡單 因為政府不付錢 是僱傭關係 是僱傭關係 我便不付錢給你 你說立法會 既然這樣 我便不付錢給港台 你站住 既然這樣多謝 我要編輯自主 我要自己喜歡港的 是你自己喜歡港的 你群人喜歡港的 你本身公務員 這些群人喜歡港的 既然我沒有 我便不需要 簡單說 只是資深給你 這是可以做的 所以 我覺得 現在所有的地區國家 政府 都必然 在自己的施政過程之中 對一些類似的攻擊 類似的不合作念 它不會是漠視 或者見到 看不到 不可能的 這些事情 是無法控制的 新聞最主要是 用一種事實作基礎的報道 如果是在事實的基礎上 去做這方面的報道 我覺得是沒問題的 絕對應該是這樣的 無論你是政府電台 或者是私人電台 都應該是這樣的做法 這一點 但你卻不能斷章取義 所以傳媒來說 就應該要真實地報道 做一個事實的基礎 你這樣沒有問題 我覺得 你香港電台 都應該要這樣做 我覺得是完全沒有 我會尊重的 就是 你在事實基礎上去做 但是你 拿著的側面 拿著的東西 你也應該要公平 這一點 現在中央是這樣的看法 這是不是一個短期的事 還是不是 我剛才說了一個空間 而是50年 就是按照831的決定 實現這就是 他所提及到的民主政制 這是需要解決的 其實如果大家也沒有一個 我們所說的 國家安全的問題存在 這一點是可以成立的 你這個弱勢政府也要怎麼做 你也要強勢政府下面可以做 但實際上不是 實際上你當時的 修例的時候都是強勢政府 你認為不是 那時候你從各方面 所顯示出的 特區政府的令 的行 都是很有效的 這個你可以翻查 看在七個月前的 香港特區政府是怎樣 但是當涉獲了 一些這樣的問題在下面 這就不單止 只是一個這麼簡單的問題 所以你說強勢政府才去做 那是不是變成23條 永遠無法做 永遠不做 現在的美國旗 舉著英國旗走出來行示威的 要求什麼什麼的 其實這麼醜的 竟然可以繼續在 我們一些反對派裡面 大行其道去繼續發揚 你覺得這個 是否可以再 好像在二十年前 我們那群民主派那群 確實他們的看法 絕對不會說 要將香港獨立的供應 但現在不能說 現在真的有不少人 對這方面是歡呼和支持的 那這個國家安全確實存在 確實存在 因為你的弱勢政府就不敢做 不去做 但是後面的強大的中央政府 可以接受嗎 這些問題都是一個現實的問題 所以有些理論說 你強勢才可以做的 我又想慢慢慢慢 對這個觀點 我看回二十年 是不是弱勢做不到呢 我又不覺得做不到 因為這個問題始終都是 它有後仗的 給了一個權利去做 你不做 現在另一個聲音會出來 國家做 所以這些問題 其實也是一種角力的問題 因為《基本法》來說 實際上 給了二十三條 即是說了必須立 為什麼立法來說 就是在《基本法》 寫所以是精緻自行立法 是這樣的理解 那你說用中央來做的 其實到最後 你都要回到香港 去變成香港法 都需要這樣做 因為你跟《國歌法》一樣 《國歌法》一樣 《國歌法》一樣 你有兩種方式 一個是直接 一個是在《國歌法》機械上 再修正 但你必須要做的事 但我覺得以現在 《二十三條條》來講 如果真的要做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你不是《國歌法》 一個全國性的廣泛的規定 而是在特殊的情況下 所以你要去到那一步 其實就不是一個合適的做法 但不是一個不可以的做法 我覺得最合適的做法 仍然是要啟動《二十三條》的《基本法》 《國歌法》 《國歌法》 《國歌法》